這個案子其實是想要找人來聊天的 首先大部分的人應該沒有寫成是 所以可能不會知道什麼是結構化資料 那其實大家在D&I上面已經有提到說 其實也許供需想要做 但是授權有不符合的狀態 像是這個 這個平台本身的授權是反而所有 所以在後期再創業的時候會有它的問題存在 那這個資料其實它是詩 然後其實這個詩的資料它其實是可以被結構化的 那在被結構化之後 它可以有做更多細緻的創用 那至於是什麼 後續可以找我們聊 那資料結構化後 因為沒有神奇所以我直接用講 資料結構化後 大量可以降低 那個跨語言對照的翻譯成本 尤其是今天有的日本的朋友在 你今天要做翻譯的話就要跟一個同意 但是如果你今天做結構化資料的話 你就知道翻譯單詞 跟主要的一個節念 就可以讓外國人知道 你在表達是吃什麼東西 那同時資料在做結構化的過程中 也能用較低的成本方式來解決授權不相論的問題 至於怎麼解決 等一下可以找我們問 好 那今天我代表VDDR社群 我們為什麼會有VDDR社群的合作不快 VDDR社群是全球最大的CC0結構化資料庫 VDDR社群是一個真正的任何專業協定版都來用的即時庫 它的授權是CC0也就是放棄所有做的權利 你可以進行最大幅度的常用和主用 而且它對關注度的要求就來換送 微機板都需要相對嚴謹的這個關注度要求 VDDR主用 那如果你喜歡相信在場的程式 你如果喜歡 你可以直接把所有的程式都下載帶走 總共7700萬個筆支持 只要76GP就可以帶走 那目前GP的專案有 大和小新奇都宮 中英院有資料計程座 全部都是用Wikidata的Label的資料來做為關鍵之所以 那幹嘛用的?可以再來問我 那我們的概念叫做 我們基礎建設座也是以後所有相關的專案都可以使用 那HTV身為最愛視覺化資料的社群 Wikidata其實就是專頁這樣的功能用 那我有一個重點 我不是要講說資料都要團體結構化 而是結構化資料應該作為資料產出時的意外 那講這麼多我們在找什麼人呢? 你對他有一些想像的朋友 覺得你責案跟Wikidata搭了起來嗎? 那我其實也知道很多跟危機有關的一些教育責案的部分 如果你想知道危機在教育上有做過什麼樣的責案 也可以來找我聊聊 然後再來就是新參與者跟無程式技術者都非常懷疑 然後最後就是你可以到我們的Wikidata 在台灣可以找到某個 所以在一起這邊也應安定一下 三月希望我們承辦的Open Data Day Taiwan 在某個中表才把安定完成 謝謝 謝謝 謝謝